西班牙从墨西哥拿了银子以后 把这里作为一个转口贸易点 到亚洲的转口贸易点 所以马尼拉没有采银子 可是是西班牙人把银子都带到马尼拉去了 所以马尼拉那里有很多银子 有很多商人 大家在那里集散 其中还包括东南亚各国的 也包括中国的海盗什么这些人都在那里 可是这些人做生意来来去去很忙 就没有人去种东西给别人吃 所以他们很缺少食物 尤其是没看过橘子 所以假如要拿橘子去可以卖到钱 这个小说情节居然是还蛮合理的 我自从问了这个学者之后 我非常高兴说原来这个小说家还不是乱骗人 我起先以为他随便小说乱写写的 原来他还真的是知道有那么回事 所以各位看最后一场说 东西拿到那边一倍就有三倍的价钱 就是说其实照这个人卖一两银子 后来赚了一千两银子 那真的是千倍 因为他们就觉得说这个东西这么可贵 而且他们银子是有分十元五元或什么 可是是那个字不一样 重量倒都一样 所以他就去收他们那种面额小的那个银元 但是其实重量是一样重的 所以他就赚到了 好 那我们再看下面 我们看最后一看 这闷座间某可想起我那一楼 再看下面 我那一楼红菊自从到船中也不曾打开来看一看 莫不人气真烂了 如果在船里头闷烂了怎么办呢 趁着众人不在就去打开来看一看吧 就叫随手把他在那个仓板下就翻墙起来 可是打开以后呢 居然也是好好的 放心不下 所有人都搬出来摆在仓板上 这个时候呢就来了很多人 云云云换气简直是万点火光一点心斗 岸上人望见都走将来问道说这是什么玩意儿 好 请看 那这是什么东西啊 我说其实因为言语也不通也答不出话来 那么中间有一个胆子大的呢 他就剪了一个 拍开就吃 那岸上就看的人很多 原来是可以吃的 然后就说多少钱一个 他就竖了一个指头说要一钱一颗 可是呢 人家看到一呢 就误会了 就看下面 就是一手摸出银钱来说 买一个尝尝 这个居然是有两把重 一两多重的银子给他买一个橘子 那他自己也吓了一大跳 然后因为有一个人吃了好吃 说哇 好东西啊 然后就把它拍开 那个橘子的香气是香到不行的 那么其他的人呢也就都凑上来了 大家一身惨呢 买得不知好歹 看见这个船上吃法也学了 他去了皮呢 却不分囊 就一整块收在这 干水满咽喉 连河都不吐就吞下去哈哈哒笑说 喵哉喵哉等等 那么还有一个说要去买十个去供奉啊 什么之类的 那你就可以看到说 这个橘子它真的是有它的传奇性 蛮好玩的 就是说 居然呢 跑到一个商铺那里去 他们很少有吃到这种水果的机会 所以它就变得是那么可贵 那这个是在筋骨器官里头的小说 如果我们把这些故事 通通都集合起来 哇 真的是很有趣的 好 你再看下面 这个它写的是内蒙古里头的祭典 这个祭典里头呢 提到中里真满的和和 和和会是他们的那个 祭祀的时候用的一种和和会 是橘子汁啊 为什么他要拿橘子汁去祭祀祖先呢 可见得呢 在蒙古那里也是把这个 当做一个请神的时候的一个 神圣的一个饮料 好 我们再看下面 他们的祭典很长 当然我们看起来不一定很习惯 那各位看是内蒙古的学者 尼玛先生 他也是一个诗人 也曾经到过台湾 他去收集来的 就是他们在祭典的时候呢 是用这个橘子汁来祭祀的 好 我们再看下面 这个呢是我们在台湾的一个作者 这个是他的诗 这个诗收在 现在有一本书叫《全台诗》 出到十二集 还没有出完 不过在网上可以先看到 那这个作者在右下方 各位看叫《卓造昌》 这是那个第十二集里头的 第二册里头的三百一十一页 这样各位有兴趣可以去翻来看 好 请看下面一个 他写了一首诗叫《古局遥》 那他把那个地点坐落在哪里呢 故事的地点是放在岗山 岗山有石洞 有侨夫呢 他就登到绝顶 看见有一个石室 然后呢 还有那个地上还有提着画什么 还有白狗出来迎接人 环室皆菊树 在那个岗山的那个房 有一个山顶有一个房子 房子的周围都种着菊树 它的石乳碗 就是那个橘子很大 淡植瘾 甘香 就是说吃下去觉得那个橘子 瘾就是那个剥了皮后的那个叫做瘾 甘香 规模在网 诗其诗 并不见有菊 诗经坏然以以其圣也 做古局遥 他就做了一个古局遥 这首诗 但它前面有一个序 各位看到这会想到哪一篇文章呢 就是说有一个美好的地方 长满了橘子树 橘子树很甘甜 可是第二次去的时候就找不到了 桃花园祭 只不过它把它的版本扣在台湾了 然后桃就变成橘子了 它说得很对 因为台湾没有那么多的桃树 台湾现在的桃子也都是长在山上的 横跨公路什么那边上去 那边原住民在种的水蜜桃 台湾的低海拔的地方还是橘子 古局遥觉得说这个作者 他是这个十八世纪的作者 他在台湾 他要写台湾的一个风物 他把故事就去推到南部的岗山 然后整个的过程跟桃花园祭是有点差不多的 但是也蛮惹人瑕疵的 就是在高高的山上长着橘子树 但是第二次去找就没找着了 好 我们再看下面 这个是在香港的一个诗人 他的名叫曾克端 他是1900到1975年就去世了 他的诗集留下来叫宋菊卢 他是广东人 住在香港 他出版的诗集就叫宋菊卢 他仍然记着 他是南方的产物 跟曲员所歌颂的那个局是同一个系统的 所以他的诗集就叫宋菊卢的诗 也就是说他住的地方也就叫宋菊卢 宋菊仍然代表着南方的光荣 好 我们再看 朱子清他是在 这故事写的时候是在南京 南京是一个交通很发达的地方 在民国初年有火车 然后他的父亲去买橘子给他 想来这种橘子比较接近通甘的那种小橘子 在南京一带的橘子是比较这个样长相的 那个福菊是一种应该在众多橘子里头 那个福州的橘子是最高贵又长相卖相最好 价钱也最贵 然后他出来的时候又是过年的时候可以供祖先 所以他价钱就是最贵 但一般人常吃的是这种小小的橘子 好 那么再看下去 这里是提到说他将橘子一股脑放在我的皮袋衣上 于是瀑布身上的泥土心理很轻松式的 这个就是他的父亲去买的橘子 然后在路上是最好弄的一种水果 假如各位不相信试试看买甘蔗很麻烦 这个怎么吃呢 或者是说买那个软软的柿子也很困难 买椰子就更困难 这个橘子是在旅途上是最好的 也可以解渴 也可以有一点点解饿 那父亲就把这个橘子给他 然后吃不完也不会很快地坏掉 所以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水果 这个差不多变成一个永恒的画面 一个珠红色的橘子 他的父亲给他的放在他的衣服上